今天跟大家分享些甚麼 今天跟大家分享新透這幅 意大利Bankawa藝術顏料牆 藝術顏料其實是一種純天然成份的物料 裡面物料包括泥、大理石粉、花光藍粉等等 有耐水、耐磨、防霉的好處 不會像腸子一樣用得耐皺 也不會像油漆一樣用得耐皺 是一種非常耐用而且容易打理的物料 而我們身後這幅就是 阿歪伯系列的藝術顏料牆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很強的金屬效果 表面有光炸得來也不會有冰冷的感覺 除了灰色之外 它也有20種顏色給大家選擇 無論你家是用甚麼顏色做主料都可以配襯得到 如果你說我不喜歡這麼強金屬效果的長身的話 其實Poncala也有推出超過30個系列的藝術顏料 有些系列是可以塑造到星空的效果 有些可以塑造到一些很粗石紋理的效果 總有一種適合大家的心意 可能大家都會認為 藝術顏料這麼多好處 有這麼多系列一定很貴 其實可以告訴大家 最貴的不是藝術顏料本身 而是師傅的手工 所以大家只要懂得 藝術顏料的效果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塑造一波 也都在屬於你自己的別的腔間 有些嚥一段結束 Hotel 崔崔崔崔崔 迷宮 你守響